大家好 今天是3月16日 星期二 市經過昨天的小小回升後 今天技術上也略為做好一點 但感覺上只是波幅性上落 由於成交金額是小的 所以市暫時處於有波幅而沒有升幅 有反彈而沒有大升的格局 我們先看看指數 早市指數先高2803點到29,036點 直到現在大概11點半左右 技術上整天的市況都走在28,872點 到29,118點之間 簡單說 在這個區間裡 技術上很容易回到10天線樓上 10天線在29,03點左右 但是看高一點還有一條50天線 在29,195點左右 再看高一點還有一條20天線 在29,547 用一個很簡單的分析 指數一日仍然在10天 50天線之間穿梭 你說好呢 好不到去哪裡 但技術上又不是差得那麼緊 但是要留意的是 3月份直到這一分鐘 整個市仍然是先高後低的形態 是由3號高位29,912點 跌到9號低位28,326點 先不要說1586點的波幅 可否滿足整個月要求 因為最關鍵的是 一個月的高低位 在一般情況下 是不應該在 五個交易天之內出現 即是 後續的大市 在3月底之前 如果你不能上破299,912 就真的有機會試穿 28,326點的支持 但我想指出一件事 適時的市 輕輕再撞穿這個低位 都只是一個 中期升後一個 技術上的消化和整股 沒有什麼大不了 如果整個浪 由去年 3月19日的低位 21,139點起步 到今年2月18日的高位 31,183點 整個浪升了10,44點 出現2,857點的調整 其實根本是屬於高台的消化 再多一點 都是屬於高台的消化 沒有什麼大不了 問題就是 一直以來 尤其是這三兩個星期 發覺到一個情況 市升的時間 成交金額是縮的 沒有太大的動力 反過來 然後市跌的時間 成交金額是暢黃的 明顯看到市場湧上去的時間 資金不會像早前那樣 你追我湧 沒有 看不到 反過來 在高台一小小反覆 驚驚清清的 沽盤又比較多 即是大市 這段時期 暫時來說 不要抱大大家衝擊 細煮炒一下短線 當然沒有相關 重倉的 今天買我明天的沽 這個時間 不是那麼適宜 因為量 深度沒有那麼多 讓你轉身 還有一件事 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 三月份 剩下的交易天 雖然還有很多日 直到現在 這分鐘 都是29,000 阻礙 徘徊 拆拆 升幾百點 就出現了 技術上的 轉好 跌幾百點 屬於市底 所以最好就是採取觀望大道 因為市真的沒有方向 在沒有方向的市網當中 瑞通有幾隻衍生工具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看大市短期來說 仍然反覆略為大縣 有隻恒指的紅證 大家就算參與 都不要重創 因為慎黃的大市隨時會變 紅證是66284 大家如果想知道多點 卡入瑞通的網址 就看得很清楚 至於股份當中 有一兩隻都比較硬 騰訊是其中之一隻 雖然股價有少少反覆 但都在六百多元上整股 有隻是認購證11712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中移動 可能回歸A股 走勢 我想會趁機會做好一點 有隻認購證11077 中移動的認購證11077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點相關條款 卡入瑞通的網址 就看得很清楚 不過我想強調一件事 整個大市 處於警固不明之中 就算要做少少部署 都是勢住好了 千萬不要大手 亦都不要過擁 好了 接近中共分析 就講到這裏 無論如何 有些人 都不想要做少部署 就算了 你不想要做少部署 就算了 你不想要做少部署